厉害了!有毒奶粉到假疫苗! 看众国2018年7月24日训厉害了!你的国自10年前三鹿奶粉伤害成千上万的中国婴孩之后,十年后的今日又爆出黑心疫苗丑闻在中国大陆上市的长生生物公司。 先被揭发颠狗症狂犬病的疫苗数据作假,再爆出百日破疫苗,几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的三合一疫苗数不合规格的烈货,但原来几十万只都已经流出市场去向不明,中国人民纷纷奔走相告,叫国人来香港打疫苗,而香港早已告及多时的疫苗服务,则面临更严重的短缺问题。 所谓中国的龙头疫苗公司,所谓中国全国制药行业是大名牌产品,多年来得到多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江泽民与胡锦涛的加持,甚至先后出口到包括印度、俄罗斯、埃及等面多个国家,所谓中国生物质出口品最重要的企业之一。 结果一如其他中国货,又如成龙救中国电视剧的神来之,比中国的会爆炸。 中国人天天高叫超音感美,说已超越小日本,甚至在世界杯比赛场地狂卖只有简体汉字的广告。 如本深夜生产奶粉的萌牛集团疯狂在海外宣传萌牛真相却是身体最诚实,说其买奶粉疯狂抢购海外的如今打疫苗也变成尽力出国。 最少要去香港,而最奇妙的就是一边真心相信中国已强大不断班中宣布的文宣念念在此,认为中国必胜厉害了。 我的国那么自己子女与孙辈是打中国疫苗或是外国疫苗?饮中国奶粉还是外国奶粉?拿中国护照还是外国护照?真相不说自明。 设法后中共国的总理李克强口口声声说,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再声称这件事突破人的道德底线,爱民如此真的很威风。仿佛一副是不关己的慈祥父母观态度。 然而真正要交代的是谁呢? 早在上年10月吉林省时要监局一线百日破疫苗有问题,总共用了9个月调查也隐瞒不报。 而当时负责管理疫苗的正是10年前三路毒奶粉案被处分的孙贤则,所谓行政处分,后不久就扶摇直上一路高升。 上年更直接担任中国国家时要监管总局副局长与药品安全。 总监孙管奶粉就奶粉有毒,孙管疫苗就疫苗造假,立案发现却不报。 今年2月份中国国务院却突然宣布免去孙贤则的职务,而完全没有解说原因,如今5个月后才传出原来自上年已经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情,那么中共是早已知道发生什么事,却继续知情不报。 还是另外的原因,免去其职务,又或者是过了海市神险及假疫苗后安然退休。 10年前说毒奶粉尽可继续高升,那么10年后再出假疫苗问题,是谁的责任?不是中共是谁? 这十年的道德底线破完又破,应负责的官员不降反升值,难道是人民的责任吗? 由奶粉有毒就来香港抢购,到疫苗有假就来香港打针,事实一再说明,香港的价值正在于和中国不同。 香港夜堆卖港贼,以及在中国大陆的五毛常常说什么大湾区,吹捧中港的融合,结果就是令香港变成和大陆一样。 难听问一句,到时中国人到哪儿去抢奶粉?到哪儿去抢疫苗呢?这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盲点。 支持大湾区就请身体力行自己与家人前往大湾区大针,饮中国制造的奶粉,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使用中国的护照,一如网上流传的一则笑话。 投等舱的早已收拾金银系软跑过对面船,二等舱的感觉到船底触跤,三等舱的仍在醉生梦死,最低等舱的却在吹嘘铁达你好永不沉默厉害了,我的船。